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线怪物猎人世界这款世界级的游戏大作 且携带着恐怖的销量 一流的游戏体验 让玩家的视线瞬间转移 逆水寒一时间似乎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 逆水寒刚上线时 腾讯似乎看上去没有太多的应对策略 只是依靠自己武侠网游天刀来奋力以搏 但是天刀的刻金属性 已经让许多玩家失望 加上扎运营 许多玩家都明确表示 要跳坑逆水寒 本以为网易会借逆水寒 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一改其被腾讯长期压着打的事实 随之腾讯竟然另开辟战场 在其wag game上推出了杀招 怪物猎人世界在wag game上的推出 可以说是轰动整个游戏界的事情 许多人都以为只会有堡垒之夜撑门面 随之腾讯竟然暗度陈仓 上演了一出好戏 许多同学觉得大玩家反应太过激烈 不就是一款游戏吗 能比网易耗费了五年时间 打造的逆水寒高到哪去 熟悉怪物猎人系列游戏的玩家都知道 怪物猎人系列几乎是动作游戏的代表作 而怪物猎人世界更是面世后 便在主机平台上卖出800万本 其从游戏罢密 还是游戏可玩性都不是逆水寒这种网 有能够比较的 本来两者平台不一样互不干涉 没想到腾讯突然了PC市场 虽然在Steam平台上也马上接近 但毕竟不是国内平台 在网络延迟游戏有划伤 腾讯都有巨大的优势 可以说网易本想打腾讯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奈何腾讯的目光早已经没有了网易这种对手 而是放眼到了世纪 这也许就是站的层次不一样 而眼界不一样吧 总结 逆水寒作为一款旺游品质还算终生 但是也只是在国内的环境下 其眼界太小 决定了其只在乎眼前的利益 而腾讯经过原始的积累 已经从眼前的利益 放眼到全球的游戏市场 网易做的是游戏 腾讯做的是平台 熟悠熟猎自然一目了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